牛不河水墙岸头 美国调解沙裔的做法令人欣慰 沙特的态度很有意思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蓝观点 近来美国就将和沙特达成历史性决议 这个消息不断出现在西方文体上 其实西方媒体想得很美 轩蓝的也比较高调 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实现起来并不清楚 美国主导杀疑协议被报的就差临门一脚 因为以色列根本就不截查 一直以来西方媒体总是喜欢 把明明远在天边的事情说成是近在眼前 眼看着在沙裔协议问题上 以色列故意涉仗推诿 阻碍了美国的中中政策和美国打算的顺利开战 美国只能把这件事先宣扬出去 把快要达成协议这个噱头挂起来 先路为主地抓住主动权 至于以色列这方面 实际上拜登政府只得跟媒体说 他们有办法遵出以色列的封印 无疑 随着美国打算的一两年间 拜登政府需要做出一点实事 来推动自己顺利当算 此外 若是这项协议达成 沙特和以色列和解 整个中东地区肯定会重新体制裁 到那时 这场成功的外交将直接推动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第一步鼓固 从而就可以把中俄从中东递出去 这时候 美国唯一的偏差就是以色列 现路今 看似美国促成此事 只有一点距离了 但美国距离成功 真的这么近吗 当天 美国如此急功近利地推动 沙印协议 大家的关注点呢 全部都落在了美国和以色列身上 其实 沙特的态度非常有意思 众所周知 一年前 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努力握旋下 达成了科技 中国和中东的关系 因此呢 也越走越近 沙特和现在中国这个合作伙伴 那他为什么还要给美国提供谈判沙印协议的机会呢 我觉得 这就是沙特给美国下的一个套 所有的两国方案 本质上呢 就是逼迫以色列不死不休的因果 这只是一个C阶段的开始 而不是传播问题的结束 最终 必将以一方彻底毁灭的形式 来达成这个两国方案 看似呢 是巴以两国的问题 其实 就是美国和中东的问题 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掩护中东的各种资源 想在中东地区呢 抢占一席之地 但他们双方的政治正确 完全是背道而知 所以 为了解决这个麻烦 沙特王储直接丢完问题 扔给了美国 当然 沙特很听楚 美国解决不了这个麻烦和问题 而美国给出他们的保证 也只是水中月净中化 但是 能把美国直接卷入到这个麻烦当中 让拜登政府呢 不得不在里边各种折腾 就已经是 成功了 此外 如果万一呢 万一加沙 真的停战了 沙特也能从中获得不少好处 虽然从外部看 似乎呢 是美国促成了这个成功 但这都是由沙特提出的 没有沙特 美国哪来的成功可言 所以呢 在中东各国的眼中 能去现任沙特 又为什么还要转头去现任一个外人呢 得到中东各国的支持 沙特获得成为中东地区的武功之致 到那时 沙特将真正发挥出 他有能力 维护自己小地门的安全 或许啊 在未来的某一天 整个中东地区会拧成一股声 提倾协力 对抗外力 把自主权呢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可以说 在中东地区 美国的江省 是被迁在沙特首位 好 今天的话题 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 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